白症病人会诊可以减少大量等待时间 2023年个人健康保险对雇主有什么好消息 一起来听听Kenny怎么说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我们团体健康保险的负责人Eva 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Eva大概也有半年吧 没有在这地方跟大家谈谈最新的对健康保险的发展 不过呢在我们在聊最新的个人健康 或团体健康保险发展的时候 先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下了 因为呢最近呢我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活动 包括了Kaiser的活动 也包括了下个礼拜要跟HealthNet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我们也是表现非常的机忧 然后我现在不敢讲我们是HealthNet的No.1 但是我相信我们绝对是HealthNet 在2022年的前面几名的Agent 否则的话保险公司不会特别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Celebration的活动 所以说在这地方要跟所有的听众报告一下 跟保险公司我们真的是交往了快40年的时间 然后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 我们HealthNet不管是个人健康保险或者团体健康保险 永远都是他们的第一第二第三都是在这地方排回的 那Kaiser我们也跟这个Kaiser建立非常多的好的关系 除了跟保险公司建立好的关系 Kaiser大家都知道很多医生嘛 我们跟这边的他们的这个家庭医生 我们也常常有在交流 那把最新最好的Information提供给我们社区 那尤其是在前一段时间参加了Kaiser的这个Semina 然后看到他们有所突破的部分 是在对病患的照顾 尤其是癌症病患的照顾上面 有非常大的突破 那我不知道以往一般的癌症的病人 大家都是这样 万一了得到了 是想到City Hope 到UCLA到这种地方去 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 Kaiser在这方面 他们也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花了那么多精力 怎么做法呢 他们已经让病人尽量不用出门 是在家里面 然后呢 所有的测试 你到诊所去做的测试 或者到他医院去做的测试以后 所有的data 然后让不同科室的人 同样的 而且他们有一个规定 这个就是做完了这些测试之后 要在48小时之内 所有的专科医生有一个meeting 然后大家共同share data share screen share这个MMI 或者是X光 这种种这些东西 所有的专家 同样在看 看完了以后 然后大家提出来的意见 如何治疗 那有了这些资料之后 然后这个病人知道了 得到了充分的这个会诊 我们叫会诊 对不对 有了充分的会诊之后 然后要做任何的治疗 那个时候才到 每一个相对应的facility 去做这样子的service 会尽量不要让病人等待 不要说从这边 refer到那边去 那你看完假医生 乙医生 丙医生 每个地方等一个礼拜 那心情会很急躁 那可能这个就是 technology的关系 他们把所有的检查 做完了以后 然后几个医生联合的 可以来同时会诊 这样子的话 让病人的心可以安下来 而且这些专科医生呢 都是可能专家中的专家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常常去了解 不只是保险公司保费而已 而除了保费之外 然后还有一些在社区里面 在这个保险上面 有些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什么样的information 带回来个社区 那就是我常常在问 东跑跑西跑跑 那像我们有Eva KT Amy Jasmine 很多我们的主管 在办公室里面服务我们的客户 可是呢 找不到KT 是因为KT 都跑去看 世界上面 或者是外面 还有些什么东西 OK 那就在这方面 跟大家报告一下了 OK 免得大家说 天天看你KT 都在东跑西跑的 你到底还有没有在做保险 那还有没有在关心我们 我的答案是 我的心永远都在 而且我们的slogan是 关心永不打烊 那我跟所有的客人都讲同样的一句话 我不管今天在美国也好 或者是今天出差到夏威夷也好 或者到哪里 或者在东南亚 只要你打我的手机 只要你的微信找我 我大概是24小时 我没有说 现在睡觉了 我把手机关机了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 客人有任何事情 就像说前两个礼拜以前 有一个客人 那因为小孩子被狗咬 被狗咬到了以后 一定会很急嘛 需要找到适当的医生 然后来做适当的治疗 那那个时候 我是还很清楚 那是在台湾 我接着这种电话 是台湾大概凌晨3点钟的时候 接着这种电话 那我马上起来 然后动用我在 我能动用的关系 然后帮客人 做这方面的安排 那我到目前为止 我从事保险业 做了40年了 我大概没有让我的客人 找不到我 或让我的客人失望过 在这方面跟大家报告一下 来 伊伯 刚才Kenny有讲到 就是说像现在市场上 Kaiser也好 或者是不同的保险公司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 都会想要知道 如果说今天 我只有一个人的公司 那我是不是可以 做公司健康保险 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我相信 大家很多时候 一个人都会先考虑 就是买一个 个人健康保险 那当然这是没有错 其实我也会建议客人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但很多时候 因为可能在 个人健康保险 如果说今天 您本身的收入额比较高 那没有办法 拿到任何补助的话呢 那您又有开公司 所以你用公司的谜 来做的时候 相对的 其实是可以达到 一个底税的作用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像刚才 Kennie是聊到了 有关于Kaiser 他对癌症病患的 一个特殊照顾 那至于 在setup的方面的话 Kaiser也是唯一 就是最方便 最容易 一个人 他也可以做成一个 公司健康保险的保单 所以如果大家 真的有考虑 就是说 想要用Kaiser 这样的一个系统 一条龙的系统 不管是看门诊 做检查 或者是开刀住院 即便是挂急诊 都在同一个 这个building下面 然后又希望 用公司的名义 来做城堡的话呢 那事实上 Kaiser是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当你用做 公司的这个名义的时候 市场里面的计划 你可以选择的 就很多 比如说 它有白金搭 金搭 银搭 那每一个不同的等级 都有好几种计划 而不是只有一个计划 可以让你选择 所以这一点的话 在公司方面 是比较弹性的 那当然除了Kaiser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保险公司 像刚才Kenny提到的 HealthNet 那HealthNet的话呢 它在新的这个 可以申请方面的 要求的规定呢 变得比较宽松一点了 当然它不是 一个人就可以承保 我们所谓的一个人 在Kaiser的话 即便这一个人是老板 也OK 可是如果在HealthNet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呢 那它一定要是员工 或者是老板家员工 那但是至少 它现在在一些小型企业 可能只有十根以下的公司 它开始慢慢需要的文件 会越来越少 所以相对 这是一个福音 让大家知道 因为很多在加州的客人 都希望可以用HealthNet 觉得HealthNet 它的这个 指定家庭医生的计划 非常的物美价廉 但是呢 往往很多时候 就会发现 它要求好多的文件哦 可能不是很想提供 或者觉得提供起来 比较复杂 那现在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消息 它基本上的话 五根以上 十根以下 它开始要的文件 已经越来越少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相信很多的华人朋友 都非常喜欢 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让自己的身体 可以舒服一点 然后可以做到一些 好像Maintain的效果 并不是说 我们今天有生病 那你知道大家 可能坐办公桌 常常都会有 腰酸啊 背痛啊 或者是开车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 可以做个脊椎神经治疗 就是我们所谓的 Karopactor 或者是我们今天 可能想要做 针灸 Acupuncture 那在这一点的话呢 我相信很多现在 在市场上的公司 如果说已经是 在使用 HealthNet 这家保险公司的话 很多的朋友 你们都已经有加了 这个所谓的 Karopactor Rider 那相对的 很多时候 有的朋友就会说 我们公司有PPO的计划 怎么这么不公平啊 为什么HMO的保费 比PPO的便宜 可是HMO 可以去看Karopactor 那我们不用 指定家庭医生的 反而不行 那现在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好消息 在HealthNet的下面呢 如果您是 使用PPO的计划 当然我们限制的是 团体的部分 已经可以开始 在今年加入 这个Rider 那好处就是 一样它不是需要 你被家庭医生转整 完全不需要 因为它是PPO嘛 可是以前呢 如果没有这个Rider的话呢 我相信朋友 只要用过HealthNetPPO 都会了解 也没有办法 使用在Karopactor上面 但是今年 你现在加了 这个Rider以后呢 你可以25块钱 去看脊椎神经科的医生 或是去针灸 而且一年有12次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 很好很好 就是新出来的一个优点 想跟大家分享 当然不是说 大家一定都需要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 很多人都希望 保养自己的身体 在用Karopactor的方面 或者是在用这个 针灸的方面 那都可以用到这个符里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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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